南韓發射自主研發的運載火箭 世界號升空 但衛星沒有進入到預定軌道 世界號下午在位於全羅南道的 羅魯宇宙中心發射升空 這支三節火箭 長47.2米重200噸 每節都有獨立的液態燃料引擎 頭兩節陸續順利分離 第三節火箭引擎也確認點火 通過650公里的高空 同運載的模擬人造衛星脫離 雖然世界號完成了所有飛行程序 但當局分析數據之後 發現模擬人造衛星 沒有進入到預定軌道 計劃在明年5月再次試射